童年照 童年 哇 这个难 还有最后两轮 小童 从你开始 高媛媛老师 正确 这是什么 驴儿姐吗 驴儿姐 回答正确 过去年 回答正确 谁啊 沙翼师兄 沙翼哥 沈泰哥 沈泰哥吗 这是沙翼哥 这有点夸张了 你能看出来这是我 我就是最后瞎懵懂 你觉得真正的笑草 小时候是长这样的 这也挺 还可以了 现在是最后一轮 来 小童 从你开始 子怡姐 回答正确 谁 谁 千禧师兄 回答正确 华晨宇 小说 错了 是谁啊 天呐 我在旁边给他说话 你听到没 我说华晨宇 这当然一看就是华妈呀 而且我在你旁边说华晨宇 你听到没 他说小说 你没听到 我听大家欢呼 我以为是 但华华也会尖叫 华华不也尖叫吗 哎哟 真不是我 好明显 我们叫公黑 公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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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不是我 我拿线索吧 快去吧 我太冤了 我太冤了 哎呀快去找乌铜拿线索 我都说 晨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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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不知道是华华 这是华华呀 我真没听到 这轮 获胜的是华底 你藏不住笑了哈 藏不住笑了都 他逼头这样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三个华底非常厉害 不光是这么厉害 我们也拉跨 跟华底没关系 华底抗赢这一局 月月就装糊涂这一块 你还是做的比较出色的 我就是为了多两个镜头 跟华底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你刚刚答错那道题 让贾然姐那张照片 多了那么多镜头 你怎么说 一直晾在那个后屏上 说说 谁是你们目前最怀疑的人 来 景宇 小童 我自己 我快没辙了 我快死了 我觉得 小童跟小松 他还是没跑了 他俩为什么这一次 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 这个卧底的迹象 因为大家没有给他机会 在后面的时候不敢猜错 后来拉到前面去了 根本敢猜错 对吧 好 腾哥怀疑谁 我觉得黄景瑜 跟这个小月月 如果他俩不是卧底的话 那就太欠揍了 那就太欠揍了 这俩大脚病的 很可恨 但我仍然还是觉得他俩有嫌疑 我都答成他那么认真给你答 你还怀疑我 我还提醒别人 对 你俩这轮 你这轮藏得不好 你这轮藏得挺好 我真有点倾向于 景瑜就在那搅和呢 不是 我现在倾向你有点 倾向你是好人 我早就看出咱俩是同伙了 我跟你说 一定要跟着我 我肯定是一个好人 我肯定是一个好人 我肯定是一个好人